7加6等于几? 我建议你可以把视频停一停,想一想这道题怎么做。 好,我们一起来试着解决这道题。 假设这个7表示的是桌子上有7块饼干。 1,2,3,4,5,6,7 桌上还有6个甜筒。 1,2,3,4,5,6 请问现在桌上有几样食物呢? 我们要想知道食物的总量,可以一起来数一数。 从7块饼干数起,我们可以接着数8,9,10,11,12,13。 好,桌上有13样食物。 除了这个方法,我们还可以用竖轴来解决道题。 这是一条竖轴。 我们知道7加6是从7开始加的,那么竖轴的起点就是7。 我们可以在竖轴上面从7开始往右数。 要加上6,所以要往右数6格。 我先往右数1,2,3,4,5,6。 当然,你也可以继续往下数。 第6格在这里,第6格在这里,要从7开始往右数。 那么,我们就数7,8,9,10,11,12,13。 当然,这里你也可以继续往下数。 好,回到题目。 题目是7加上6。 那么,就是从7开始往右边跳6个格。 1,2,3,4,5,6。 所以,两种方法,我们都可以得到13。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来思考这道题。 我们已经有7了。 需要加上3,可以得到10。 这样,还需要再加上3,可以得到13。 这就关系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。 13这个数有什么意义? 首先,我们来看,13是一个两位数。 左边的1是在10位上,代表的是一个10。 也就是,上面这组食物是一组10。 右边的3是在个位上,代表的是三个1。 也就是,下面的这三个冰淇淋。 所以,13是一个10加上三个1。 也就是说,7加6等于13。 意味着,7加6等于一个10加上三个1, 等于10加3,也就是13。 一加10加4,3加4,8加4、$310. 还有上 Bolt社 中调ée1,8加7 ,7大小距、